第721章 我们的女儿 小说 都重生了 谁谈恋爱啊 作者 错哪了 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 夜色在窗外不断加深 曹光宇和丁雪 牵手坐在一起 静静地等待着 坐累了 就往后靠一下 并贴着侧边的窗户 看向外面的月亮 细长如钩 208的众人 则默默地祈祷着 嘴里念念有词的 尤其是魏兰兰和苏奈 甚至都忍不住双手合十了 但最沉不住气的 还是江振宏和冯士华 此间已经轮番起来了很多次 没起来 一次就在走廊里来回踱步 从东到西 又从西到东 偶尔还会贴近产房的大门 可是产房的隔音似乎很好 除了一些细微的声音之外 其他的声音都听不到太多 进去多久了 从江琴进去开始算 已经四个多小时了 生孩子 原来需要这么久 其实前期都是在等 要等到身体足够适应 才可以上分娩台的 蓝叔这已经算是身体素质很好的了 丁雪听到王海妮和高文慧 在旁边窃窃私语 忍不住回应了一句 随后 等待继续 而夜色也开始变得更深了 208的人 怕大家顶不住 中间又出去了一趟 买了些咖啡什么 并分了少爷带来的那块苹果派 只是袁友琴和秦静秋他们都没心思吃 一门心思的都寄托在了产房里 直到医院走廊的挂钟 刚刚越过了凌晨一点 高文慧的耳朵忽然动了一下 然后睁大了眼睛 迅速地站起了身 他似乎是通过产房大门听到了一阵啼哭声 但转眼看看 周围的人似乎并没反应 又变得不太确定了 明明有哭声 是我听错了吗 不会把脑子都困坏了吧 他自言自语了一声 刚要重新坐下 结果屁股还没粘到椅子 就又听到一声嘹亮的哭喊传出 脸上的疑惑 瞬间转变成了浓浓的星系 这次不会是困傻听错的吧 他转头看向周围 发现大家都愣住了 于是立马确定了 没听错 就是江爱南的声音 这小家伙 好有劲儿啊 而袁友琴和秦静秋 则张着嘴对视一眼 花了大概五秒钟才反应了过来 眼睛瞬间睁大 再望向江振宏和冯士华 发现他们俩的脸上 已经传递出了一种 欣喜若狂的情绪 于是在瞬间静谧的五秒钟之后 走廊里瞬间传出了一阵沸腾的喧闹声 出声了 出声了 江爱南这小丫头 真的是让大家等得好苦啊 祖宗保佑 祖宗保佑 袁友琴和秦静秋 全程都把手握在一起 忍不住上下挥舞 眼角明显已经湿润了 这一夜的等待 简直要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 王海妮和高文慧也忍不住哭出声来 抱在一起 在原地蹦蹦跳跳 而曹光宇都则握紧了拳头 狠狠在身前震了一下 并顺势抹了下眼角 魏兰兰 苏奈 董文豪 陆飞与他们也瞬间松了口气 给留守公司的谈亲 卢雪梅等人 发去了消息 拼团的小公主出声了 而此时的产房内 冯南叔正静静地躺着 汗水沾湿长发 唇色苍白 显露出一种病弱的娇美 他此前一直都在捏着江琴的手指 此时轻轻松开才发现 已经钻白了 于是忍不住侧过头去 虚弱地看着自己的大狗熊 嘴角扬起一抹甜笑 哥哥 我们的宝宝 是啊 我们的宝宝 只是生孩子太辛苦了 以后我们还是让杜老板赚钱好了 江琴算是比较坚强的人了 但整个过程中都心疼得不行 全程都在默默捶泪 从认识小富婆以来 他就没让他受过委屈 刚才经历了一次分娩 简直心疼到了极点 冯南叔抿了下嘴角 不听你的 还要再生 都这样了 还有力气调皮 先别说话了 好好躺着 哦 其实小富婆 已经没什么力气说话了 但似乎只有和江琴说两句话 才能安心下来 就好像在准备分娩之前 经历阵痛一样 他也是见到了老公 才敢安心地哭出来 因为对他来说 江琴大概就是他的全世界了 正在此时 护士已经把江爱南轻轻裹好 还带了一顶提前准备的粉色小帽 抱在臂弯里 轻轻送到了江琴和冯南叔的眼前 冯南叔静静地看着在墙包里啼哭的小生命 忍不住又看向江琴 哥哥 有情结晶 是我们的女儿 你说是有情结晶的 江琴从护士手里接过女儿 又看向冯南叔 都累成这样了 还这么记仇 冯南叔哼一声 但眼神里浓郁的欢喜 已经让眼睛弯成了月牙 你骗我五年 我哪骗你了 我本来就是你老婆 大一就是了 可你喜欢我还不承认 非说我是你好朋友 他有些傲娇地喃喃着 内心的欢喜 让他忍不住想要晃脚 但此时已经没有这个力气了 而江琴此时也恢复了些许的平静 瞅着不断挥舞着小手 放声大哭的女儿 忽然觉得 人生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别的遗憾了 从2008年到2014年 他一直以为不断地赚钱 才是赢得人生的唯一方式 但此刻才明悟 原来这一路走来 自己所有的遗憾 都是小富婆帮他填补的 就像是往前回忆的时候 他从来都不是以 身价百万 身价千万 身价过意为节点的 而是和小富婆牵手了 和小富婆接吻了 和小富婆床上打架了 和小富婆结婚了 和小富婆有了女儿 赚钱的时候从没惶恐过 总觉得 那是我该得的 但和小富婆结婚 还有女儿出生的这两个时刻 我还是不免忐忑 不知道自己配不配得上 这巨大的喜悦 人在面对幸福来临的时候 估计都会这么小心翼翼的吧 不断地确定着 是真的吗 不是在做梦吧 江青在心中默默想着 忍不住伸出一根手指去逗女儿 就见江爱南的小手挥舞了几下 巧合一样地抓在了她的指头上 十几分钟之后 护士长给江爱南带上了身份手环 放在了冯南书的身边 然后送一家三口出了产房 已经等到急切的众人 瞬间就围了上来 泪水却还没干 母女平安吗 六斤半母女平安 恭喜 袁友情听到这句话才放心下来 忍不住看向了冯南书 南书累不累 冯南书轻轻摇了摇头 不累 但是哥哥好像有点累 啊 众人闻声抬头 看向江青 吓了一跳 你 你眼怎么又红又肿 江青咳嗽一声 跟着使劲 顶的 不对 是哭的 小富婆不同意 你哭了 江青刚进入病房的时候 众人都通过还没关紧的门 听到了冯南书的哭声 但其实泪流的并不多 倒是江青这个老爷们 陪产过程中 一直心疼的流泪 长达五个小时 所以大家见到的小富婆 只是有些虚弱 而江青 则直接肿了眼 曹光宇听完之后 立马咧开了嘴 老江 你竟然哭了 我得拍个照 得了吧 等丁雪 要生的时候 你肯定哭得比我还惨 那必不可能 江青忽然咧开嘴 嗨 我都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来啊 老曹 见见你妹妹 曹光宇文生窒息了一下 我他妈就知道 留在这里 就得有这死处 对哦 你不说我都忘了 你是怎么知道 南书今天生的 我不知道啊 我是爱给冯同学 送苹果派的 他不是想吃吗 我用了整整三个户上 大苹果 江青看着他手指的方向 眼神忍不住柔和了一下 太感人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这样 下个月房租就只涨一半吧 曹光宇人都傻了 心说这个人当了爸爸 还这么狗啊 曹 江青嘎嘎乐了半天 满嘴的狗言狗语 他之前的精神太紧绷了 现在松懈下来之后 浑身轻松 不苟两句的话 怎么可能 而其他人的重点 则放在了江爱南的身上 208的人专注于拍照 四个长辈则挨个去动 江爱南轻轻闭着眼睛 睫毛有些透明 但能看出修长和卷翘 五官的细节 好像很似逢南书 然后轻轻张着嘴 像是要吐泡泡 一众人轮流蹲在江爱南的面前 看着他的小脸小手 感觉心都化了 尤其是公叔 脸上全是感慨 心说大小姐他有了小大小家 太好了 你看五官好像都随了我们家南书呢 真是幸运 江青愣了一下 转头看着亲妈那一脸灿烂的微笑 心说随我就不幸运 我呀 燕祖哎 而曹广宇听到这句话 差点没把自己笑到咳嗽 沙哑的嗓子像是破旧的老风香 唐老鸭也不过如此了 随后冯南书被送回到了病房 没多久的功夫就睡了 他真的太累了 而护士则开始为江爱南做更加细致的检查 并嘱咐了全家人一些注意事项 大家似乎完全没了困意一样 坐在一起听着护士长的交代 已经在开始脑补江爱南的成长了 新阶段 求月票 啊啊啊啊啊 本章完 第722章 小富婆生了的自己 小说 都重生了 谁谈恋爱啊 作者 错哪儿了 等到全面检查结束 护士把睡着的拼团小公主 放进了准备好的小推车 然后又引起了一阵围观 轻触她的小手 忍不住对她讲话 但又不敢太大声 这种感觉好像真的很奇妙 而江琴则靠在沙发上 哈欠连天 不知道怎么 就沉沉地睡去了 上了一天的班 再加上陪缠的时候 高度紧张了好几个小时 她也是撑不太住 见到女儿和小富婆平安无事 疲惫感就涌上来了 模模糊糊之间 江琴好像做了个梦 梦里面阳光灿烂 日暖风天 天边好像还挂着一道彩虹似的 一个迷你的翻版小富婆 在绿绿的草坪上奔跑着 麻花便在后面甩来甩去的 那副可爱的样子 就和她在沈沉家相册里 看到的小富婆一模一样 不过不同的是 她的眼神很贼 一看就知道 这丫头聪明到了极致 是我女儿啊 是我和冯南叔的女儿 梦中的江琴 不知道自己是走着还是跑着 又或者飘着 总之视线一路跟随 就看到她跑了几步就慢慢长大了 然后她背着小书包进了学校 将课本摆在了桌子上 两手交叠 正经微作 用一双明媚的眼眸盯着黑板 没等江琴看得仔细 夏克林就想了 女儿又哒哒哒的从学校里跑出来了 却不再是孩童的模样 而是已经十二三岁了 梦就是这样的 不太连贯 江琴的视角 跟着女儿回了家 刚进门就到发现她 偷偷进了厨房 在冰箱里偷了一盒冰激凌 还左右观察了有没有人 那虎着脸的小表情 简直跟她妈一模一样 不许多吃 好的爸爸 我就吃一勺 江爱南说着话 忽然从身后拿出一只巨大的勺 比自己的脸还大 一下就把盒子挖空了 挖空之后 她好像还有些震惊呢 然后把空盒子还给江琴 又拿着勺哒哒哒哒的跑上了楼 嘴里喊着妈妈 江琴也不知道 她什么时候 又把小时候的书包背上了 书包上有一张拼团的员工卡甩来甩去 上面写着小老板娘四个字 没多久的功夫 江爱南就从楼上下来了 手里的勺子空空如也 在看到爸爸就站在楼下的时候 她还忍不住眯起眼睛 嘴里念叨着是妈妈吃的 靠 我家小富婆 简直是生了个自己 江琴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但很快就听到别墅门铃开始响了 江爱南哒哒哒的跑过去 拉开了门 发现门外站着一个小男孩 还穿了一身西装 头发上打了最少两斤的哲理水 也无光可见 不知道为什么 江琴一看到这小男孩 就觉得有点眼熟 有种想姿的感觉 就在此时 这小男孩不知道从哪里捧出了一大束娇艳的玫瑰 递给了高冷无比的天仙少女江爱南 卧槽 这不对吧这个 江琴有点慌了 立马追下楼去 挡在了自己的女儿面前 警惕的像是被问安否的老灯 小小年纪不学好 叫你家长过来 话音落下 他就看到曹光宇提着一盒苹果派走了过来 笑得比他妈王八蛋还开心 而在现实世界里 高文慧 王海妮 曹光宇和丁雪 以及2081行人 都在病房套间外坐着 看着江琴一边睡一边乐 忍不住窃窃私语 这是梦见了什么这么开心 连眼角的鱼尾纹都快笑出来了 再看看里面的冯南书 嘴角也是根本都压不住 这两口子 估计是做了差不多的梦吧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场的人好像也很难压住自己的嘴角 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我也想当爸爸了 曹光宇忍不住嘀咕了一声 看着江琴现在的表情 羡慕的头皮 都骂了 不过就在此时 睡梦之中的江琴 忽然激灵了一下 又猛地睁开了眼睛 把周围坐着的人都吓了一跳 江琴的脑子里 仍旧还是梦中的曹光宇 提着苹果派出现的那张画面 醒来后冷汗直流 然后发现曹光宇就在眼前 于是直接就朝着他扑了过来 狗日的曹光宇 绝育和绝交选一个 曹光宇人都傻了 老江 你冷静一点 你刚才睡着了 不管梦到了什么 都是梦境的内容 江琴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深呼吸了两下后 让自己平静下来道 狗日的曹光宇 绝育和绝交选一个 草 我他妈又什么都没干 傅城子寨 我要从根源解决问题 说吧 到底选哪个 丁雪忍不住凑了过来 江琴 你是不是有点焦虑 江琴松开曹光宇 微微皱了皱眉 有吗 这个现象倒是不多 因为一般都是妈妈 会有产后焦虑 没想到当爸爸的也有啊 代表了什么 丁雪忍不住一笑 代表你太在乎他们了呗 江琴拧了下嘴 确实太激动了 哦对了 我的宝贝女儿们呢 高文慧也忍不住眯起了眼睛 你到底做了什么梦啊 怎么孩们啊 男叔只生了一个好不好 宝贝和女儿是两个人 谢谢 高文慧和王海妮对视一眼 心说 有些死鸭子嘴硬的人填起来 真的是无处不填啊 刚才男叔醒了一下 医生来给他做了个检查 还指导了一下喂奶的事 现在有阿姨里面照看呢 江琴说完话 站起身走到了里面的病房 小富婆又睡着了 表情很安稳 而女儿则在小推车里安睡 老妈就陪在旁边 见着儿子进来 袁友琴忍不住轻轻的压了压墙堡的边缘 看你女儿 多乖 果然是像妈妈 我小时也挺乖的吧 乖 天天好自己头发完 把自己好哭 越哭越用劲 越用劲越哭 我都怕自己生了个傻的 幸好等到你喊爸爸妈妈 才让我和你爸松了口气 江琴忍不住眯起眼睛 没想到我生来就不烦 袁友琴呵呵一声 明明是生来就烦 但是 再烦也还是爱吧 江琴看着墙堡里的女儿 眼神里充满了幸福 袁友琴看了看她 想想你前几年还嘴硬的不行呢 叫你和男叔表白 就跟踩了你尾巴一样 这下知道什么叫幸福了吧 我把小富婆娶回家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什么叫幸福了 江琴说完话之后 看了一眼老妈的黑眼圈 妈 你去睡一会儿吧 我来看着就是了 袁友琴看了一眼熟睡的江爱南 压低声音开口 大孙女就在眼前 我哪还睡得着呀 以后有你带孩子的时候 不急在这一时 先去休息吧 你睡饱了 江琴揉了揉眼睛 睡了一会儿吧 不再睡了 我等小富婆睡醒 你先去睡吧 早上再来 袁友琴又看了一眼孙女 这才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然后出了病房 对高文慧 王海逆他们表示感谢 然后又劝他们赶紧去睡觉 江琴刚才让文景瑞 在对面的酒店订了房间 房卡都给了 只不过 大家一时还兴奋难消 此时困意涌来 这才小声打过招呼后离开 此时距离黎明 已经不剩多少时间了 江琴静静地陪在床边 看着沉睡的冯南书 大概是得到了充足的休息吧 她的脸色没有在分娩是那么白了 看表情应该睡得很沉 江琴借着外面微弱的光看着她 忍不住轻轻伸手给她捋顺了一下头发 她生命中最宝贝的人 刚刚又给她生了个生命中最宝贝的人 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路走到现在 是不容易的 江琴暗自嘀咕了一句 心说好朋友之神现在应该也很欣慰吧 就这样一直到了早上八点多钟 冯南书从梦中缓缓醒来 睁眼就看到了江琴正攥着她的手 于是小声叫了一句哥哥 听声音还是有些虚弱 醒了 嗯 我们的女儿呢 冯南书忍不住问她 江琴捏了捏她的鼻子 女儿有护士照看着呢 丢不了 待会儿就给你送来了 冯南书盯着她看了一眼 眼神忽然有些调皮 你怎么总是想笑 我当爸爸了 为什么不能笑 我想看你哭 像昨天那样 冯南书忍不住伸出手指 按了按她的脸 满脑子奇怪想法 护士很快就推着江爱南过来了 小富婆轻轻把她抱在怀里 眼神无比璀璨 是我和哥哥的女儿啊 她忍不住有些自豪 表情都显得有些傲娇了 大概是感受到了妈妈的存在 江爱南忽然开始哭了 新手奶爸江彦祖瞬间就慌了 心肠脆弱的 听不了女儿一点的哭声 冯南书倒是镇定的很 轻轻掀起了病号符 打算喂奶 就是让江晴看着的时候 有些害羞 忍不住侧了下身子 江晴眯起眼睛 心说这是什么意思 怕我抢吗 小富婆也不说话 只是看着她的表情有点想笑 最后忍不住把她的脑袋 往后推了一下 推荐蜜之记的新书 崇然青葱时代 另外 求月票啊 榜单冲起来 呜呜呜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